大家好,我是陈涛,这是我的乌克兰媳妇 大家好,我是安吉兰 这是安吉兰来中国的第十年,也是我们结婚的第九个年头 那后悔吧 后悔,非常后悔 我是2003年的为了音乐留学乌克兰 在乌克兰待了七年,之后回到我的故乡 大同伴了一所培训机构 我就想着要聘一个钢琴外教 所以就联系我的老师呢,让他帮我介绍一下 当时我的老师就问,涛你有没有媳妇 我说我还没结婚 所以我的老师就说,正好给你介绍女朋友 所以我俩之后呢,就在这个网上认识了 我第一次见安吉兰呢,我就觉得各方面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她变成我的媳妇 这不是就是从2013年的安吉兰来到大同 然后在2014年,我俩领证结婚 到现在呢,我们结婚了9年,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18年我们的大女儿安娜才出生 想着好事成双,又迎来了老二丹尼尔 最后,响应国家三胎号召,又迎来了老三 这四年间,生了三个混血宝宝,幸好现在鼓励生三胎 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减轻了我们家的经济压力和负担 安吉兰非常喜欢孩子,她常说,孩子就是上天对我们家庭最大的眷顾 也是我们夫妻间爱的见证 那你为啥嫁到中国非常后悔? 就是很后悔,我后悔没走到来中国 如果我早知道当中国西贤这么幸福这么好,我走就来了 如果能回到当初,你还会做同样的事吗? 会,因为从小我的梦想是找会唱歌,会做饭的老公 是顺身的孩子